父子秦 九哥的人生故事 我以我的人生故事 纪念我的父亲和他那一代前辈 此书献给偶心栽培我成长的老师们 力学滋养我成熟的女人们 以及我所有的童年人 承担九哥原名 承担九 父子秦 父子秦 二十一 人生道路的转向 返回挪威以后 一到奥斯路 我下了飞机空着双手在机场兜里圈 找到个瘦高男子 编了个美丽的故事 说我和女朋友一起来送朋友上飞机 送完跟女朋友一半嘴 女朋友一充气开着车 先跑了 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机场 那男子大笑 说好事成双 他的女朋友也刚好跟他争吵 一下子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等了一阵子 他没找到女朋友 便很自然让我上了他的车 你去哪 我送你 他问 去哪呢 那就先去市中心 克罗小提琴殿 老实说 虽然在奥斯路住了好几年 我除了克罗的琴殿 还真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了 那男子把我一直送到克罗琴殿门口 那是一栋两层带歌楼的老木房子 一楼为琴殿 二楼有一个客厅两个卧室 洗衣服在地下室 克罗得知我中途和安娜分道扬镳 却忘了问安娜拿回家的钥匙 乐得大笑起来 毫无疑问 我只能在他那里将就几天了 一 走上提琴之作的道路 吃人家住人家的 当然要给人打工 克罗也把那当成 选我接他琴殿般的极好机会 他不但教我修琴 还故意让我接待顾客 可我有一个毛病 那便是无论顾客是男女老幼 我都不肯放过机会 卖弄一通我的琴殿 克罗当然不知道 我那样做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 那原因便是在马小毛家火灾里 失去了我那把琴以后 我真的像是掉了魂一样 时时刻刻不得安宁 一天天都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 所以我在卖弄琴异的同时 也是在借机多士几把小提琴 希望能找到一把暂时自己能用的 直到有一天 挪威头号有名的小提琴家 太来福森来访 我仍没肯错过卖弄琴异的机会 克罗终于忍不住了 等客人走了后 很严肃地对我说 要做小提琴生意 就要忘记自己是小提琴家 要把自己从台上表演者 变成台后默默的支持者和奉献者 所以说在任何顾客面前 都必须表现得殷勤谦卑 殷勤谦卑正是我骨子里缺乏的东西 叫我怎么个表现法 但为了不动死在零下二十度的冰天雪地里 我必须暂时装得殷勤谦卑一些 至少装到安娜回来那天为止 安娜终于回来了 但安娜回来了又能怎么样 他不一样是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 虽然我们任何时候 都可以去政府的社会办公室 寻求理所当然的救济 但我们俩都受过高等教育 都有着高等的自尊心 怎么可以把自己降格到 和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摆在一起 比如和难民 还比如和圣中华市的街头艺人摆在一起呢 于是我们商量好 我继续在克罗的琴殿里住下去 安娜先去他的妹妹家住一段时间 以后怎么办再想办法 于是我指的正式接受克罗老人的offer 表示愿意跟他做徒弟 并声称为了更好的学手艺 我决定暂时不回家 就继续在他那里将就 克罗听了喜出望外 但态度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 说既然要学就一切都得听他的 为了那张床和每天满口的食物 我当然只能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大早 克罗就把我叫醒 跟着他爬上阁楼 从大堆小堆的木材中 选出一些做擒的材料 他在选材时的认真仔细 真的叫人很不耐烦 你说说 每一块木材 他都要拿起来 看了又看 敲了又敲 画了又画 翻来覆去 总要弄上十几分钟 看出我不耐烦的样子 克罗说 选材时做擒的第一重要环节 使出好擒最根本的要素 因此 花多少时间都是值得的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只好把脸变成比较耐烦的样子 也跟着他敲敲打打 看看画画 嘿 别说 我还真看出些不同 听出些差异来 这样一来 我自然变得起劲起来 看着我入迷的样子 克罗输了口气 感慨地说 这才有点能做出好琴的苗头 我把克罗为我准备的五套材料 搬到小提琴制作室 我的小提琴制作生涯就从那里开始 试着做头一把提琴 我在把大木头锯成小提琴形状时 一性极 一锯子锯多了 投一副面板的木材 就变成了烧火的木柴 第二块面板我特别小心 终于做成型 但开面板的F孔石 以刀子下中了 面板啪得开裂 又浪费一块面板和各把星期的努力 两次的失败告诉我 做事千万心不得及 一锯一刀都马虎不得 到第三把琴 我细心又细心 经过三个星期的辛勤劳动 一把漂亮的白身小提琴终于诞生 我看着挂在墙上的白身小提琴 心里说不出的喜悦 我迫不及待地上油漆 又是由于性计 刷了一层还没有干头 我就刷第二层 结果油漆起皱 不得不用酒精洗干净重新来过 花了个把月 终于把油漆刷完 还是由于性计 油漆还没有干头 就急着想装配式声音 结果在琴的表面 留下好几个手指纹 这一系列的失败都告诉我 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做任何事情 如果想把它做好 就来不得半点马虎急躁 每一刀子 每一刷子 都需付出同样的认真和踏实 否则 一刀子一刷子的粗心 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人生的旅程 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失败 我必须继续努力 就这样 我反反复复总结经验教训 最终圆满完成了第五号小提琴 我确认油漆彻底干头后 心情紧张地装配好 配件琴弦 当公子碰到琴弦 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 我无比激动 仿佛领悟到了出座父亲的感觉 说来也巧 我的那第一把琴 完成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看中 他就是挪威一位叫尤阿肯的天才少年小提琴家 他先是说借用几天 接着几天变成了几个星期 之后就是他的母亲来店里问多少钱 我的回答随便还没说完 克罗就赶紧说三万六千克狼外加消费税 我吓了一跳 三万六千克狼等于六千美金呀 我的琴真的值那么多钱吗 但克罗是当真的 当前到手 克罗拿取10%的材料费和30%的利润 其他都是我的 我又一次尝到了做琴的甜头 体会到金钱的魅力 不久 尤阿肯在挪威国家级交响乐团的伴奏下 在奥斯路音乐厅独奏演出 国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 随之 我的名字也作为提琴制作家上了报纸 真可谓是名利双收了 那样一来 人们自然把我当成是做琴的 而不是拉琴的 渐渐连我自己对自我身份的定位 也不断从小提琴演奏 向小提琴制作转移 尤其是在做琴的过程中 我越来越感到做琴的乐趣 等生活稍微安顿下来 我没有忘记马小毛的事情 我在挪威的报纸上登广告为他征婚 不到一个星期 我就收到十几封来信 去掉六十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 英俊潇洒残废丑陋的 挑选出一胖一兽 把照片寄给了马小毛 至于那两个候选人 谁是幸运者 那就看马小毛的口味 是喜欢吃肥肉 还是喜欢啃骨头了 二 在西方 家庭第一 虽然经常与安娜见面 但由于没有在一起住 我那一阵常常睡觉做春梦 一天半夜 当我正处在大好时刻 突然被一阵叫喊惊醒 是克罗在客厅隔壁的房间里叫喊 我迅速跑出门 穿过客厅 推开了克罗的房间 克罗半起身坐在床上 喘着粗气 看见我 他说 对不起 把你吵醒了 我倒是没事 嘴巴里这样说 心里其实挺惦记着那个还没有做完的美梦 你刚才怎么了 我问 没事没事 做了个噩梦 克罗吵我挥挥手 是以我继续去睡我的觉 我反正被吵醒 干脆坐到厨房的餐桌前 冲了杯热牛奶 加紧少许咖啡 正喝着 克罗也来了 也坐在了餐桌前 也冲了杯浓浓的咖啡 于是 他讲起的刚才做的梦来 原来 他是在梦里看见他香港的养子养女遇到危险 拼命叫他去搭救 可他开着他的奔驰车 怎么踩油门车子就是不动 无赖 他决定跑不去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脚根本就不听使唤 接着克罗问起我的家庭 我觉得 没有必要告诉他我中国的家庭 更没有必要替我父亲的病 因为那说起来会太长太难 所以敷衍地说 我从小被人领养去澳大利亚 所以与中国的家庭没有来往 听了我下边的故事 克罗似乎非常感动 竟然又说起他的家庭来 他述说起 他的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结束的前夕 是怎样被飞机轰炸炸死的 当时我还不到十岁 正在外面和狗玩 等空袭过后跑回家 家已经没有了 他喝了口咖啡 沉浸于回忆之中 正是由于失去家人 害怕重复那种失去家人的痛苦 他一直独身至今 到了这把年龄 我才开始后悔 我常常想 有一个家 有亲人可以为之操心 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正是那种孤独和被需要感 迫使他通过挪威的教会介绍 出资供养着香港的两名孤儿兄妹 然后他建议我和安娜生几个孩子 好好过日子 最后 克罗谈起店里的工作来 说 如果你真的下决心接我的班 把秦殿办下去的话 你手里这点本事还远远不够用 所以我觉得 你最好能跟你太太商量一下 趁我还能撑着殿 你应该去欧洲其他国家学习 去学点真本事回来 经克罗再三建议和介绍 加上可以配合我在大学的小提琴声学研究项目 我首先去了匈牙利的里斯特音乐学院 参加了该学院所属的弦乐器制作教室 我的提琴制作老师是前苏联人一国 琴工制作的老师是德国人艾兹乐 通过和他们一起工作 我对小提琴本身魅力的认识越来越深 对挖掘小提琴制作艺术的欲望也越来越强 我的两位师傅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 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喜好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他们各自都对自己家庭特别看重 一国明显是为了摆脱生活的贫困 而从前苏联来到匈牙利的 因此他的妻子和孩子仍在家乡 一国几乎把所有工作以外的时间 都花在把自己的家属弄到匈牙利来的努力上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 也几乎每天都要向大家讲述自己家人的琐事 艾兹勒就更过分 他会因为怀孕中的妻子一个电话 而放下手中的火往家里跑 记得有一回 有一位顾客来使他新完成的勤工 那顾客试了又试 试了又试 终于到了要下决心买的时候 不断看着手表的艾兹勒 却突然说他不得不马上回去 而请顾客明天再来 那举动把那个顾客和我都弄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我问他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 我昨天约好了爱奇七点钟去餐馆吃饭的 我惊讶地感叹道 就为这个 你放着就要到手的钱不挣 他不以为然地说 我挣钱就是为了让老婆高兴 老婆不高兴了 挣钱还有什么用 离开匈牙利以后 我先后又去了许多国家的许多地方学习 其中有意大利的克里蒙娜 德国的米腾巴尔德 法国的巴黎 莫斯科 美国等 正是在美国欧柏林学院的小提琴修复课程中 我修复了我小时候制作被父亲砸烂的白色小提琴 当我的同学问我 这光屁股的东西 他们连小提琴都懒得叫 怎么就坏成这样了 我犹豫着说不出口 只能把话咽了下去 那把烂小提琴的故事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唯有在中国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我终于把我的宝贝修复成小提琴的形状 时隔多年 当小提琴发出声音时 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小提琴声音 虽然我的大部分同学都在做着捂住耳朵的手势 我在此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在学手艺的过程中 我结识了许多同行 我现在可以称他们为同行了 和制作家们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他们和演奏家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具体的说 与演奏家们清高 卖弄 自命不凡的特性相比 他们朴实 谦虚 脚踏实地 同时 也都是把自己的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 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并不是欧洲人的个人行为 整个社会都是如此 因为欧洲人知道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组成部分 是社会的核心 是社会的第一稳定因素 只有家庭稳定了 社会才能稳定 正因为如此 欧洲社会不论从文化 法律 宗教上 都把家庭看得最为神圣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移民美国或欧洲国家 家属就顺理成章的移民 就是留学生 配偶也自动可以陪读 尤其是挪威 对于家庭 对于妇女儿童 还有老人的保护 在法律上都有一套完整的社会机制 比如一对男女 只要同居了三个月以上 不管有没有正式的结婚手续 都从法律上被看成是家庭 享有家庭的一切权利 也就是说 如果男女一方是外国人 就可以享受移民法移民到挪威来 如果夫妇或者同居者离异 女方和孩子的一切费用 有国家负担 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一切费用 那当然包括住房 电灯电话 小孩子的尿布牛奶等等 再来看看老人 一到年龄就自动可以去老人院 一切费用 当然有国家负担 如果老人不愿意去老人院 那么你们家兄弟姐妹 可以选出一个人来 专门照顾你老母或老爹 所谓专门就是一份工作 那份工资当然有国家负担 以上所述是九十年代 我在挪威时候的情况 在西方 就连保险公司卖保险 也都是有老婆的便宜些 有老婆孩子的更便宜 在美国或西方的电影里 无不充满着家庭智商 在西方的教堂里 也都以兄弟姐妹互称 洋溢着家庭般爱的气氛 再想象我过去和我的首任太太东亚 一个在上海 一个在湖南 在中国 鸳鸯夫妻 其职我们两个 说起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我想起一个故事 有一年在广州 我碰到一位十七岁的厨绩 他说他出来做的原因 使他父亲去世后 他的母亲就丢下三个孩子 跟人走了 他和他二十一岁的姐姐 还有他十三岁的弟弟 就隔笨活路 如果这样的家庭多了 社会还能稳定吗 我想 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同时 也应该多考虑考虑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是不是有相当部分 来自家庭的不稳定 我的家庭呢 我为什么心里这样不稳定 因为我远离家庭 特别的家庭呢 三 最终与安娜分道扬镳 但我至少应该管好我自己 把自己这个在欧洲的不稳定因素铲除掉 从欧洲各国学习回来后 我立刻独自贷款 重新买了房子 想给安娜一个惊喜 这本应该高兴的事情 安娜却暴跳如雷 说 你怎么还是那样 做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就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解释道 不是惊喜 是惊呆 如果你说明天就去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 或者印第安娜大学追索你的梦想 那才叫惊喜了 安娜说 美国的伊斯曼或者印第安娜 我想暂时不去了 或许这一辈子不去了 因为我想 我们应该好好考虑我们的生活 我们孩子将来的生活 我是说 我们应该好好开情殿 生孩子 成家立业 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又解释道 正常人 你要是正常人 我会在你身上浪费生命吗 正因为你特殊 你有梦想 我才 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 我打断地说 梦想不能实现也比没有梦想强 我是没有才能 才只能做学问 去学习研究他人的成果 而你是有才能的 应该去追求和创造自己的艺术 我要是你 就会宁可死在追求目标的途中 也不会放弃目标 变成一个毫无目标的庸人 什么 你说我是什么 庸人 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不是庸人是什么 你不拉琴就不是你了 看着你堕落成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还叫我怎么跟你过 我不想跟安娜争论下去 因为我知道那不会有结果 我只认定我不是庸人 或者说 当我向安娜所说的庸人转变的同时 我也正在变得更纯洁更高尚 安娜终究不是那种安心过小日子的人 他需要继续遵循神的旨意 去探寻人生的真谛和灵与肉的关系 用安娜的话来说 是我们的结合 与神本来的意愿不相符合 他还打比喻 说他发现我们不是两条平行线 所以不可能一直肩并肩走下去 我们是两条本来毫不相干的线 从不同的方向碰到了一起 又朝各自不同的方向前进 不过能碰到一起 也算是我们的一场缘分 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 记得和东亚分手的时候 似乎也说过同样的话 而我和安娜的关系 是否也和我与东亚的关系 有几分相似呢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虽然住在一起 却感觉离得更遥远了 别说共同生孩子 就连未生孩子的共同必要劳动 都没有情绪去辛苦了 也就是说 我们成为了名存实亡的夫妇 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口角 就可能分道扬镳 与安娜关系的危机 让我更加感到克罗的重要 为了讨好克罗 我特意写信 给我在香港的一位朋友 委托她帮忙去照看一下 克罗的那两个养子女 我那朋友出于无赖 很不情愿地照着我提供的地址 去看望的那两个孩子 结果令人目染 因为那照片上的兄妹 根本就不是什么孤儿 而是慈善组织某工作人员 亲戚的亲生子女 更加令人傲愤的是 那对兄妹压根 就不知道克罗老人的存在 我犹豫了好一阵 还是把这个沮丧的消息 告诉了克罗 本以为她会为之震惊 但她没有 说其实她早就猜到了 因为从孩子们的来信 可以感觉得到 那信不像是孩子们自己写的 但她宁可不去查 宁可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 尤其是每每当她从信箱里 收到成长中孩子们照片的时候 她说她那样做 并不完全是为了那两个孩子 而更多的是为了她自己 因为那两个孩子 几乎逐渐变成她生命的唯一寄托 我弄巧成拙 想讨好克罗 却毁掉了她的寄托 她嘴里虽说不怪我 但从气氛和情绪上 我们很难在一起工作下去 再说 克罗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具体的故事 在是谁使我小腹的 一文中有详细描续 这也是我被迫重新思考 自己未来生活的原因之一 克罗师傅的个人生活 再次告诉我 家庭是极其重要的 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因此 我开始想 如果通过去美国继续我的学业 可以挽救我和安娜的关系 我应该这样做 不是为了我一生的梦想 和在上海音乐学院之后 继续我的音乐教育 而这一次是为了保持我们的家庭 我在挪威唯一的家庭 虽然去了美国 我很可能无法再支持我生病的父亲 但我不是有自己的生活吗 尤其是在他说 我天生不喜欢丹酒之后 为什么父亲天生就不喜欢我呢 我为什么还要为这样一个父亲 不断改变我的生活 他真的值得我这样努力 值得我做出如此牺牲吗 最重要的是 我已经尽力了 克罗师傅得知我改变了 接手他的秦殿 而要去美国 他什么也没说 阴沉着脸 默默地凝视着墙上的玛丽 就是他死去的狗的照片 很久很久 克罗师傅与他的狗玛丽的动人关系 我另外专门写过这个故事 当我忙着准备 为去美国做准备 克罗师傅也在忙着什么 他似乎是在把东西 不断从他的卧室里拿出来 放到他的车上 然后开车去某个地方 反复如此 由于我们两个人都很忙 干脆把秦殿灌了一个星期 一天晚上 我被一些噪音吵醒了 听起来好像他又在往外搬东西 第二天早上 在早餐桌上 他突然问我为去美国攒了多少钱 我告诉他大约两万美元 克罗师傅微微一笑 神秘兮兮的 早餐后 他告诉我 他要去一个地方 让我不要为他担心 由于他说的相当随意 我没有多想 之后 他走到外面的车旁 朝他的秦殿 和我挥了挥帽子 然后就走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克罗师傅 同天下午 克罗师傅的会计来找我 他递给我一封克罗的信 信中写了三件事 一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卖给了我 他的房子 小提琴店和里面的一切 小提琴 琴工 工具 材料 价格是两万美元 要求现金支付 立即支付 二 只要他还活着 我们三个人都必须为此保密 三 他已经选择了一个好地方 去度过他的余生 他希望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并保证永远不会试图寻找他 克罗师傅的会计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老克罗会以两万美元的荒唐价格 把他价值数百万克朗的财产卖给我 他只知道 这样做可以简化程序 省去非亲属继承遗产的法律的所有麻烦 更让会计不解的是 为什么克罗师傅会立即需要两万美元的现金 因为在挪威这个高福利国家老人的生活费是有绝对保障的 诚实地说 以两万美元现金的代价获得价值数百万的财产 这种诱惑力是巨大的 难以抵挡的 经过几天的犹豫 我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我的安娜 我把两万美金递给安娜 说 为了我们的家庭 一切由你来决定 安娜没有接过钱 而是吻了我 我甚至不记得他上一次吻我是什么时候 说 按我们的计划做 你先去 是伊斯曼还是印第安娜你自己订 我留下找人租下我们的公寓来支付贷款 然后就来找你 于是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克罗师傅的会计 并把克罗家的钥匙交给了他 当然 对于这位可怜的会计来说 这一定是他一生中所目睹的最古怪的事情 他永远无法理解 正当我准备订购前往去纽约的机票时 一封来自中国的家信再次到达我手中 这封信是我哥哥写的 在信中 除了一些家庭事务外 他主要告诉我 我们的弟弟丹丰已经离婚了 离婚后 丹丰决定辞去杂技团的工作 去一家中餐馆学当厨师 这是他从小炒油豆子的故事时 就萌生了的愿望 顺便提一下 多年后他在伦敦一家不错的餐馆 成为一名非常好的厨师 哥哥这样说 其实就是告诉我 没有了太太的担风 已经无法给父亲任何经济上的支持 那意思就是告诉我 家里从此从经济上要依靠我了 突然间 父亲躺在医院走廊的 钢丝网床上的场景 活生生地再度出现在我眼前 那个画面的悲惨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我对父亲的所有怨恨 都暂时变得模糊了 从表面上看 就是这样一封简单的家书 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方向 然而 从内心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 想一想 世界顶级小提琴家 郑金河的钻钻教会良言相劝 没能改变我对小提琴演奏事业的追求 克罗师傅的人生希望和财产 也没有改变我对小提琴演奏事业的追求 但最后 是父亲躺在医院走廊的钢丝网床上的画面 改变了我对小提琴演奏事业的追求 迫使我从想成为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的梦想中 清醒过来 活在一个天天赚钱的现实世界里 我又去找克罗师傅的会计 把两万美元的现金放在桌子上 要回刚刚交给她的钥匙 当然 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没有征求安娜的意见 我想如果想要回她的吻 我必须吻她 第二天 我的店 挪威丹尼尔小提琴店开始营业了 我所有的美国梦 我的小提琴独奏家生涯都成为历史 当然 这直接导致我和安娜本来已经名存失望的家庭关系 更难再继续维持 我知道 安娜要与我分手 并不是由于我贫困 而刚好相反 是在我变得富裕起来的时候 她想离开我的原因 是她认为我在精神上正在变得贫乏 而就在我与安娜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刻 出现了一起外来的突发事件 具体在我的另一本书 《圣女淑女》 《走向自由》里有详细描述 我终于下决定 彻底告别了同居了四年的安娜 把奥斯路的房子留给了她 自己搬到挪威的第二大城市贝尔根市去了 在那里 我买了一栋老木房子 正式开始了小提琴的制作和经营 我远离祖国 独自在异国他乡 像苦行僧一样过着孤独的生活 长达四年之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小提琴演奏正式变为小提琴制作 在贝尔根那些极其孤独的日子里 不知不觉 我自己已经做了上百把小提琴 在克罗打电话的鼓励下 我把自己最新制作的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中提琴送去参加了国际提琴制作比赛 结果令人鼓舞 我的那两把琴都进入了决赛 其中一把荣获优秀证书 接着我开始变成个小小的新闻人物 时不时上报纸上广播上电视 但奇怪的是 那一切并没有使我得意 没有使我忘乎所以 我想 那大概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 这个优秀是我的小提琴制作 而不是我奋斗了多年的小提琴演奏 其次 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是制造 是我从小提琴那四根弦的世界里走了出来 或者说是从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小提琴 向雅塔的微观世界里走了出来 看到了外面无比浩瀚的宏观世界 说也是 同样是制造这两个字 人们制造了什么 制造了巴比伦的大运河 埃及的金字塔 中国的长城 人们制造了飞行器 不但飞上天 还要飞出宇宙 城市各种建筑 花园 带着人们到处跑的汽车轮船自行车 电灯电器电脑 总之 看看自己周围 哪一件不是人们制造的 而我制造了什么 制造了一把小提琴 也就是一个能发出声音的木盒子 一把小提琴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又算得了什么 讲得好听一点 我是个小提琴制作艺术家 讲得通俗点 不就是个小木匠吗 简单说 当我的身份被定位为小提琴制作者以后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与分量 因而变得相对实在质朴起来 再说 在卸掉了小提琴演奏家沉重包袱的同时 也很大程度丧失了在人面前卖弄情义的欲望 随着自己视野的宽阔 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音乐终究是一种娱乐 一种而戏般的消遣 那个我沉醉了二十余年的小提琴世界 对于无限庞大的社会来说 是很小很小的 面对世界 我越学越觉得自己 除了我情上的那四根弦以外 几乎什么都不懂 如今既然脱离了那个梦幻般的艺术世界 我就需要从头学习在现实社会里生活 需要学习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基本常识 渐渐 我对人生产生了新的憧憬 我不应该像过去把小提琴演奏当成人生的目的 而应该把小提琴制作当成学习世界上其他事物的手段 不断寻找和发现新的人生内容和生活方式 以达到享受人生中各式各样滋味的目的 总之 提琴生意把我带入到另一个世界 使我接触到许多不同的人和事 身边不再有女人 尤其是不再恋亲了 我突然觉得一天空余时间特别的多 为了打发时间 我大量阅读 大量租入相待看 尽量参加社会活动 比如每个星期天我都一定要去教堂 慢慢 我开始认识上帝 开始思索人生的真谛 同时 我的人性 人生观 在发生着潜移莫花的变化 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自私 同时认识到家庭的重要 觉得自己最最缺乏的 就是人类秉性中最重要的素质 爱 以及宽容 谦让 美德 我变得讨厌自己 觉得必须重新学会做人 通过一系列的反省 我隐约觉得 使上帝派父亲用他的生命 堵住了我继续朝小提琴的深渊滑下去 在那个时期 所谓不拉小提琴了 说的是放弃了 把成为世界第一流小提琴演奏家作为人生目标 事实上 得闲的时候 还是天天要拉上几曲的 尤其是 有一天 一位叫克里斯的妇人 带着把古老的小提琴 走入了我的提琴工作室 她把那把伴随了她一生的提琴交给我时 讲述了一个 她与她的小提琴感人的故事 克里斯妇人的故事和那把古老的小提琴 又激起了我重新拉琴的兴致 关于克里斯妇人和她小提琴的故事 我写成了书 叫提琴妇人 由台湾优秀文学社出版 此后 我又在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 也就是人们习惯说的好莱坞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用英文改写成了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剧本 当然 所谓重新拉琴 已经不像过去作为专业那样功力 而是作为业余爱好 所以 不但没有心理压力和负担 反而感到轻松愉快 因为拉琴不再是为了功名 而仅仅是表达对音乐 对生活的热爱 在此期间 我和我的老大当钢琴家陈丹女士 合作惯制了我所喜欢的一张古典小提琴曲CD 随后与挪威流行小提琴家莱斯里 合作惯制了用流行歌曲改变的小提琴曲CD 在与莱斯里十几年的合作中 我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国际比赛得奖无数 八次好莱坞提名 而莱斯里本人两度成为好莱坞明星 我作为他的搭档 分享着他的荣誉 我觉得我变了 变得开朗 变得谦虚 甚至变得主动与家里联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